本土病例數有48421位 今年新增38例的死亡個案 另外在兒童青少年部分 今天是有新增1例青少年的肺炎重症的個案 而是一個16歲的男性 在男生在今年的4月曾經接種過一劑的疫苗 那9月20號的時候有發燒跟咳嗽 當時也做了快篩是陽性 經過診所這邊確認通報確診 採取居家照護 不過隔天9月21號的晚上 就出現這個呼吸喘跟血氧低的相關的 症狀 那緊急到這個急診這邊來就醫 初期是先有使用氧氣的面罩 不過後來因為氧氣狀況仍然持續的變差 所以 就因為這個呼吸腫破肺炎的關係 插管 接受呼吸器的治療 然後租到膠病房去 同時也有使用瑞德西韋跟 類固醇的藥物來治療 目前是經過治療之後 生命真相是穩定 仍然在膠病房當中 繼續治療 下個禮拜一開始 那就是10月3號 那我們這個莫德納次世代雙架疫苗 那第二的階段 也會開始打 那對象是包括醫事人員 機場港部居家檢疫相關工作人員 航空機組員船員 那機構與社福造物系統 相關工作人員 那另外還有一個大的族群 就是50到64歲的成人 另外還有18歲以上 因為外交 公務 洽商 等工作需求 需出國者 那這些人從下禮拜一 開始就可以開始施打 莫德納次世代的雙架疫苗 應該要跟上一季 那個間隔大概 間隔是12週